我不左右摇摆 只说真话 我要上下求索 走出正道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王炳忠来了 今天这段视频 相信会有一些台湾的台独分子 一些绿媒大概要借机来戴我帽子 但说无所谓 因为该讲真话 面对明明就在我们眼前的现实 不能不去面对 那么大概他们会戴我什么帽子呢 就说王炳忠主张武统 王炳忠要打台湾人 都可以想象得到的 但是我必须说 其实两岸之间爆发变局 或者说这个变局已经正在进行 我想这个是一个 已经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事实 对于现在整个台湾的 所谓817万 所谓的抗中保台这样的一个情绪 高涨的一个反中仇仇 连疫情都可以拿来炒作 这样的一种反中仇仇的情绪 以及在大陆内部同样高涨的民意 要求武统 我想作为大陆的领导人 没有办法不做任何的回应 这个回应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说是一种动手 那么动手是动什么样的手 动多大的手 什么样方式的手 这个是今天在大陆其实已经炸了锅 大家都在讨论的话题 当然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井底之蛙 你是只看台湾的新闻 可能你没有感觉 但是如果说你经常看大陆的网路的论坛 你经常看看今天整个大陆这么多的学术机构 包括媒体智库 包括军队他们的讲话 他们的发言 那么我想你会了解 大陆动手是动定了 现在是怎么个动法 那么我看到大概可以归结成两大争论 那就是第一 认为穷台困台 那包括现在大家在谈的 ECFA到期了 是不是要中断 包括台湾和大陆之间 高度的这个经济的依赖关系 那么大陆有多少经济的工具 能够来穷台困台 那么第二种讲法 就是认为说 应该是精准的打击 精准的武统 那么希望在短时间小范围 不波及大规模平民伤亡的情况下 完成武统 那么这两种争论呢 当然你可以说 这两个不见得是完全矛盾的选项 但是至少它有主从之分 总有哪一个是主要的战略 哪一个可能只是配合这个主要战略的一个属于从属地位的配套措施 那么对我来讲 对郁主席来讲 我想我们的分析就是站在一个理性的角度 今天如果说真的到了只有这样的一个选项的时候 两害相权取其轻 到底哪个选项是对台湾人民的伤害最低的 我想我们现在站在台湾人民的角度来看 那么我认为穷台困台对台湾人民的伤害那是大的 尤其伤害到的是普通没权没事的小老百姓 那么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来看 穷台困台也有它的问题 我们等下来说 所以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精准的武统其实反而很可能它在长痛不如短痛之后 迎来台湾又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局面 台湾人民新的一个出路 那么我们现在先来看到的是 在大陆网友有很多对于我前几天有相关的论述评论 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那么有的网友就说了 为什么不可以穷台困台呢 为什么你还要为台湾人民讲话呢 台湾人民现在绝大多数就是817嘛 那没有谁是无辜的 这个雪崩之下没有任何一块雪片是无辜的 所以有人认为穷台困台就是要给台湾人教训 那么他们才会心悦成福 这是一种讲法 另一种讲法呢 则说这个北平模式 历史上的北平模式 不也是透过一种这个围困的方法来成功的吗 所以呢 穷台困台也可以达成北平模式 复制到台湾身上 那么我想呢 先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北平模式 北平模式 基本上白话文来说 它有三个主要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 就是在北平透过和平谈判 和平解放之前 它先要有一个武力解放的例子 那就是天津 在北平解放之前呢 天津是通过武力达到了解放 所以有了一个天津的例子 那么才影响到北平会觉得说要用和平的方式 那么第二呢 他必须要有一个像副作义这样的一个人 他既有权力有能力能够控制北平 同时他又看到了天津的例子 他想到希望能够减少战端 能够保护北平作为一个历史古都不受战火的这个波及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存在 那么第三呢 就是他还必须要搭配武力作为后盾 将北平包围起来 使得北平没有外援 你只能够和平的谈判 最终和平的解放 那么如果把北平模式套用在台湾的情况 那就是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些军事专家提出 所谓澎湖一旦失守 那么台湾就无险可守 我想这个包括了大陆的军事专家 包括台湾的军事专家都提到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前一阵子 蔡英文他也特别去视察澎湖 那么在历史上我们看到的例子 包括康熙收台 当时就是澎湖一备战 那么在台湾这边的这个郑克脏 郑克爽 他这个正式的政权呢 就决定要来和康熙和清廷来进行谈判了 所以澎湖一旦失守 台湾无险可守 包括在1895年 我们看到当时候马关条约之前 日本就已经先派兵占了澎湖 然后呢以此为基础 要求清廷签下马关条约 澎湖一旦被占了 台湾就几乎等于任人宰割 所以这个是历史上我们看到的情况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的是 这个北平模式 以我刚刚所讲的这三大条件来讲 那么你不管说 是要先有一个像天津 这样一个被武力解放的例子 或者说你必须要有大军压境 那么这些都其实还是广义的武统啊 所以这个就是邱毅教授 为什么他认为说很有可能 最后最后两岸就落入到台湾的结局 叫做武统开始 和统结束 所以如果说你单纯的讲穷台困台 达成北平模式 这个讲法是有误解的 因为北平模式不是单纯的所谓围困 他有武力作为后盾 他有武力解放某一个地方 作为先行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在那里 才有后面的北平解放 那么我们再来讲的所谓穷台困台 那为什么我认为说穷台困台是有问题的呢 因为从现实面来说大陆做不到 透过所谓的穷台困台 让台湾真的达到所谓民不聊生的境地 所以台湾人民揭竿而起 那么他也必须要很长的时间很大的成本 才能达到台湾从量变到质变 最后能够透过选举选出这个倾向统一的执政者 因为你穷台困台 最先你会穷到的是中间阶层的人 你穷到的可能是那些做民宿业的 做导游业的 这个在夜市 在夜市摆摊的 你会先穷到那些人 但是对于背后有外国力量在支撑 有帝国主义者在支撑的那些权贵 你穷不到他们 那搞到最后的结果呢 就会变成说这些中间阶层 他们可能对大陆更有怨对 或者说他们即使他们觉得这个是蔡英文害的 他们有抱怨到大陆 但他也有虎说不出 他也没能力啊 你要他们去对抗那些有外国这个势力 在支撑的那些政商权贵 他们拿什么去对付呢 搞到最后连我们要选举 我们都穷不到款了 因为呢愿意认同我们的人呢 他们被穷台困台 他们现在也这个软囊羞涩了 他们也没办法捐钱了 可是那些外国势力支持的权贵 他们不会倒的 而且以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经济 虽然这个台湾依赖大陆市场很深 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去讳言 台湾还是有别的市场啊 台湾还是有美国 台湾也还是有东南亚 台湾也还是日本韩国啊 那他会对台湾的整体经济 对一般人民造成影响 可是对于那些权贵者没有影响啊 那台湾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的经济受到损失 但是呢就退回去 作为一个小岛的格局 在乡下自给自足 他也不会到民不聊生啊 所以这是我说穷台困台在执行上是有困难 而且在实行上你付出的成本 其实未必比所谓精准的武统来的小 所以呢 这也是我们最近所看到 包括为什么邱毅教授 他会认为可能走到最后 真的无解了 只能是武统开始 合统结束 或者是最近我们看到杨世光 他说变局快要来到 作为台湾人 同时又作为中国人 立场坚定不变 但是也实在是有些不好在表态 因为继续说下去 可能就变成军事机密了 所以我看最近很多学者 也都表达了 如果再说了太多 可能就变成触及到军事机密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些学者 会有这些剖析的理由 而我们为什么也会表达 所谓穷台困台 和这个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精准打击的武统之间 如何来做抉择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最终和平统一 是一个可能的选项 但这一切 真的我们今天再说多 也没办法扭转大局 而真正有能力 能够掌握台湾的主动权的 那一些这个八一七门 所选出的蔡英文也好 或者是那些外国势力在支持的 那一些分裂主义者也好 他们有没有可能最后回头 我不知道 但是一旦浪女不回头 那最后的结果就会是 刚刚我们所分析的这些可能 这些都是可能会发生的现实 不去面对它 不去思考它 那才是自欺欺人 那才是真的害死台湾人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